穿进恐怖游戏,我意外听见在场所有boss的心声 浑身吸盘的多肉鬼,她的嘴真小,正好塞进我的肉盘 爱玩铁链的锁魂铃,她的手真软,正好钻进我的铐子 沉迷捆绑的地腹怪,她的腰真细,正好试试我的绳索 我立马扑进断头夫人的怀里,姐姐,怕怕 没想到,断头夫人的心声比另外三个更可怕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欢迎进入月亮庄园副本 本次副本为单人游戏,无规则,无提示 且按照庄园主人的吩咐形式 祝您路程愉快,自求多福 我正在应聘新工作 航门千金,开出月薪60万的天价工资 招聘住家保姆 听说巨难伺候 最高纪录一天炒了18个保姆 我穷怕了,打算去碰碰运气 结果不知道怎么,就被拉进恐怖游戏里 我还没搞清楚状况 会客厅里,穿着华贵礼服的女人突然暴走 一拳将管家的脑袋砸扁 没用的废物,再找不到满意的女佣 我把你剁碎为门口的大黄 管家不紧不慢地把伸手按住脑袋 用力一挤,脑袋立刻恢复原状 只剩两颗眼珠还在地上蹦跌 眼珠子老远瞧见我 咕噜噜滚过来,兴奋地围着我打转 我生怕不小心踩到管家的眼珠 只能任由被他们驱赶着往前会客厅里走去 管家捡起地上的眼珠塞进眼眶 眼珠子一转,便活动自如 随后,管家笑嘻嘻地把我推到高贵女人面前 大小姐,她就是新来的女佣 我这才看见,高贵女人白皙的脖子上 有一条蜿蜒可怖的疤痕 她应该就是系统所说的断头夫人 庄园里最尊贵的大小姐 断头夫人掀开眼皮 上下打量我一番,不屑地撇撇嘴 就她 行不行,月薪六十万 你以为什么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我的社畜之灵立马觉醒 你可以质疑我对工作的积极性 但绝对不可以怀疑我对工资的眷恋 为了六十万,当牛做马我也干 系统说过,在副本里赚到的钱 都会转到我的个人账户里 颇天的富贵,姐来了 我满怀着对工作的热情,重重点头 大小姐,我就是新来的女佣江佑 断头夫人欣慰地点点头 工作内容很简单 照顾好我的三个弟弟,能不能胜任 这简直是在我的专业领域里蹦迪 我爸以前开了一家养狗基地 我从小就在基地里混 各种技巧手段烂熟于心 训练,不是,照顾弟弟 应该跟训狗差不多吧 报告大小姐,我保证完成任务 断头夫人更开心了 要是做不好,就把你剁碎为门口的大黄 守门的大黄,是一头长着三个凶狠脑袋的怪兽 巨大的身躯大概有一层楼那么高 獠牙有我的大腿那么粗 我来的时候,她正有滋有味地 啃食饭盆里的碎肉 碎肉堆里,混着几片女佣服的碎片 原来被炒掉的女佣,是真的被炒了呀 要命,脖子凉嗖嗖的 我换好女佣的衣服 毕恭毕敬地敲响小少爷的房门 没人应声,房门虚掩着 我大着胆子推门进去 刚踏进房间,地板上突然钻出许多会冻的小虫子 我飞速举起手里的吸尘器 啪的一声砸到地板上 小虫子的队伍被我拍散,惊恐地四处乱窜 我冷着脸,将地上密密麻麻的虫子吸光 吸尘器打了一声满足的宝格 房间里蹦出一个圆滚滚的大肉球 身上长满肉乎乎的小吸盘 乍一看还挺可爱 肉球狂笑着一蹦一跳蹦到我面前 笑得身上的皮肤都成红色 98号,没想到还有两把刷子 连小爷的机关都能完美破解 笑话,他简直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性 我整理好散乱的衣摆,戴上手套 做了一个还算正式的自我介绍 小少爷,我是新来的女佣 你可以叫我姜佑,也可以叫我姜妈 多肉鬼满脸飞线,白眼差点翻上天 哦,第98号女佣 姐姐妹告诉你 之前的97个保姆都是怎么被我玩死的吗 我扯出一个得体的微笑 满脸真诚地看着多肉鬼 小少爷,我怎么可能会被你玩死呢 要论惊悚感,宁可不及二少爷 我听说二少爷房间里都是铁链 最喜欢把人锁起来慢慢折磨 那才可怕呢 其实我对庄园里的主人们都不熟悉 只不过是刚刚听话唠的管家多嘴了几句 再加上我自己的理解 大概也猜得八九不离十吧 多肉鬼气的牙根痒痒 身上的小吸盘因为愤怒而张开 呈现战斗状态 哼,那个臭铁匠有什么好 曾经的76号也被他迷得晕头转向 最后还不是被臭铁匠把灵魂锁出来吃掉 所以二少爷才吓人嘛 我不许你这么夸臭铁匠 多肉鬼突然蹦起来 气得眼球都变成红色 我眼急手快 一把抱住多肉鬼 轻轻拍了拍他的额头 乖乖,我骗你的 你才是整座庄园里最威猛的人 多肉鬼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真的吗 我点点头 抱着多肉鬼起身 往浴室走去 真的 如果把身上这些脏兮兮的血迹洗掉 就更威猛了 晚餐时 大小姐要是看见洗得干干净净的小少爷 一定会欣慰地夸我 工作能力强 我一把将多肉鬼扔进浴缸里 多肉鬼疯了 在浴缸里滋挖乱叫 洗澡水溅得满地都是 姜佑 你敢戴着手套帮我洗澡 我有这么脏吗 我看着手上的家政手套陷入纠结 一秒钟之后 我麻利地脱下手套 谁让她是小金土豆呢 我拿起沐浴球 挤上一大坨沐浴露 搓出泡泡 按住多肉鬼圆乎乎的身子 胡乱擦着 没想到她看起来胖乎乎 洗起来也是肉肉的 别乱动 我的手可不知轻重 弄疼了别怪我 也不知道我碰到了什么地方 多肉鬼突然显得十分抗拒 浑身上下所有的吸盘都成了粉红色 姜佑 你别乱动 姜佑 你疯了 是不是 姜佑 男女有别 你懂不懂 姜佑 那里我自己洗 姜佑 不是 她就一个小土豆 怎么这么多事 真是比给狗狗洗澡还要费劲 我用力按住多肉鬼的脑袋 另一只手 化身毫无感情的洗澡机器 小少爷 你在乱动 三个小时都洗不好 那些吸盘 竟然可以随意变换形状 还能伸长 真的很难洗 多肉鬼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羞红了脸 垂下毛子小声孽如 那就洗久一点 洗一整晚 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 想让我加班 门都没有 我闭上眼睛 心无杂念 加快手里的速度 很快 多肉鬼身上的血迹 对我洗得干干净净 浑身滑嫩的 跟刚包壳的鸡蛋似的 皮肤好到爆炸 多肉鬼站在镜子前 眉头紧锁地打量自己 你刚刚说 这样看起来比较威猛 我忙着整理洗衣工具 根本没听清多肉鬼说什么 只是一个劲得猛点头 对对对 是是是 多肉鬼透过镜子 看着我的身影 陷入沉思 紧接着 我听见一句令人惊悚百倍的话 她的嘴真小 正好塞进我的肉盘 我 我吓得一个机灵 起身回头看多肉鬼 她嘴巴未动 我还是能听见她说话 可惜 嘴巴太小了 不能塞进去很多 得 我解锁了毒心术 不过这小鬼怪的心声 也蜕变态了 我假装没事 继续将浴室整理好 然后退出去 晚餐时 断头夫人看见洗得干干净净 穿西装 打领结的多肉鬼 欣慰地点头 江又果然能干 多肉鬼从一盘生肉里抬头 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姐姐 能不能让江又 做我的替身女佣 我想24小时 跟她待在一起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生怕断头夫人答应 24小时 我岂不是会被折磨死 断头夫人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 不行 家里就这一个女佣 给你了 我们用什么 当时的我 没品出断头夫人话里的含义 只顾着在心里狂翻白眼 抠门 这么大的庄园 就我一个女佣 紧接着 我听见多肉鬼 在心里小声叹息 今晚我一定要把她 关在房间里玩 我打了个冷战 垂着头小声退出餐厅 直到晚餐结束 我都没敢出现 多肉鬼拖着圆滚滚的身体 一蹦一蹦地到处找我 我贴着墙角躲她 好像被她发现了 别躲了 江又 我都看见你了 无奈之下 我闪身躲进离 我最近的房间里 一进去 我就后悔了 满屋子铁链 铁环 中间还有个铁笼 这不就是传说中 喜欢用铁链 把灵魂锁出来 才吃掉了二少爷 锁魂铃吗 晚餐时 锁魂铃待在房间里 不肯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二少爷 我是新来的女佣江又 锁魂铃没搭理我 冰冷黏腻的眼神 在我身上来回扫尸 管家曾提醒过我 二少爷是个 面冷心冷的恶鬼 叫我小心点 虽然他是恶鬼 但我的眼神 不由自主地往他身上飘 目测185以上的身高 古铜色皮肤 衬衫的扣子 开到胸口 让人忍不住想撕开 比小少爷那颗小肉球强多了 锁魂铃一个闪身 就到我面前 手里的铁链 随着动作摇晃 叮当作响 新玩具 锁魂铃举起手里的链条 眼看就要锁住我 我灵光一闪 猫着腰从他胳膊底下钻出去 扑到铁笼边上 指着铁笼的一脚撇嘴 则 那块怎么破破烂烂的 看起来也太掉价了吧 哪里 锁魂铃又一个闪身 钻进笼子里 蹲在地上仔细看 没破呀 我迅速按下开关 啪哒 铁笼大门无情锁上 铁门是特制的 只能从外面打开 笼子里迅速出现两条铁链 将锁魂铃的双手牢牢靠住 发觉上当的锁魂铃 用力挥舞着双手 金属撞击的声音 在房间回荡 很吵 姜佑 你敢囚禁我 我伸出食指 封住锁魂铃的嘴唇 嘘 低声些 难道光彩吗 锁魂铃立马噤声 两手张开 古怪的看着我 我看着他无助的模样 在心里偷偷惋惜 早知道先把他的扣子解开 亏了 锁魂铃抵挡不住 我炽热的眼神 皱着眉 别扭的别过脸 你别这么看我 怪恐怖的 行吧 我不看 我大摇大摆的躺在床上 累了一天 总算可以安安稳稳睡个好觉 实在是太累 我一沾枕头 就进入了梦乡 锁魂铃生气的 把铁链摇的框当响 江佑 你敢不理我 自己去睡觉 无端被人吵醒 我现在的怨气比鬼都大 再吵 我就把屋子里的小工具 全都在你身上试一遍 锁魂铃愣了一瞬 随即兴奋地看着我 说好了 每一个工具都要使 见鬼 把他整兴奋了 换个惩罚 你再吵 我就把大家都叫醒 让他们来围观 你被锁在铁笼里的狼狈模样 锁魂铃终于怕了 乖乖闭上嘴 天亮时 正好钻进我的铐子 他说要跟我是变所有的小工具 是不是暗恋我 可是 我怕他的小身板受不住 没关系 我受得住 他可以拿我做实验 我瞬间清醒 腾了一下坐起来 锁魂铃被我举动吓了一跳 愣愣地看着我 嘴巴未动 声音却没停止 他睡饱了 可以开始了吗 我捏着拳头 下意识大声拒绝 不可以 锁魂铃好奇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糟了 要是让人发现 我会读心术 恐怕要把我 炒熟喂门口的大黄 没什么 我说梦话 二少爷 我得去准备早餐了 我滚下床 恨不得赶紧逃走 锁魂铃把铁笼敲得当当响 开门 你保证不报复我 嗯 姑且信你一次 我迅速将铁笼打开 然后拉着房门 打算开溜 下一秒 房门啪的一声无情关上 锁魂铃单手按住房门 垂头看我 我急了 伸手推他 言而无信 是不是真男人 锁魂铃修脑的摸摸头 脸色红彤彤的 我当然是 我是想问你 能不能不要告诉别人 我被你关了一晚的事 原来是这样 有点失望是怎么回事 颜色废料 请滚出我的脑海 好好好 我答应你 锁魂铃总算放过我 谁知道 我刚踏出房门 就迎面撞上一个银发少年 少年清秀俊朗 看我的眼神充满危机感 我心里发虚 结结巴巴的开口 你哪位 少年轻痴一声 背上长出数十个 圆圆长长的戏盘 姜佑 我找了你一晚上 你居然敢假装不认识我 等等 如果说眼前的小帅哥 是肉乎乎的小土豆 那我昨天帮他洗澡岂不是 我来不及细想 长长的戏盘 向我飞速靠近 眼看着就要把我缠住 断头夫人突然出现 一脚将多肉鬼踹上天花板 大清早闹什么 你大哥回来了 快去门口迎接 多肉鬼在天花板上 使劲扭动身体 试图把自己从墙体里抠出来 随后 断头夫人疯狂砸门 声音细长的刺耳 再不滚出来迎接你大哥 老娘就要独享姜佑了 多肉鬼在天花板上尖锐报名 姐姐不可以 不是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很快 庄园里所有人都在大门口排队 等着迎接大少爷回家 场面十分和谐 除了暗戳戳较近的锁魂灵和多肉鬼 多肉鬼拉拉我的衣袖 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姜佑 我出汗了 你待会能不能帮我洗澡 我下得赶紧把袖子扯回来 这不太好吧 为什么不好 你昨天不是还夸 我是整座庄园最威猛的男人 这小子 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我汗流加倍 脚趾抠出另一座庄园 求求你 别说了好吗 我真的要射死了 锁魂灵邪妹一笑 勾起我的头发 细细把玩 姜佑没空 她昨晚玩得太矮 需要休息 二哥 你别太过分 弟弟 长幼有序懂不懂 二哥 谦让又爱懂不懂 这两人斗起嘴来 没完没了 管家的八卦之魂 熊熊燃烧 眼珠从眼眶里深的老长 正往我们这边看 我埋着头 跟个鞍唇一样 尽量减少存在感 不过 断头夫人可没什么好脾气 她一拳一个 把两个弟弟的头打歪 才满意地拍拍手 再闹 我就把你俩脑袋剁下来 安在对方身上 姐姐别逗了 臭铁匠的脑袋 也能安在我英俊潇洒的躯体上吗 这小毛头的脑袋 怎么配得上 我英明神武的身躯 断头夫人双手抱胸 只轻轻抬眉 两人立马安静如鸡 只是心声很吵 臭铁匠 你凭什么跟我抢姜佑 你自己没玩具吗 小毛头 大人的游戏 你懂个屁 算了 尊老爱佑 我决定跟臭铁匠共享姜佑 真是拿他没办法 胸有地公 我还是跟小毛头分享姜佑吧 我谢谢你们哦 我决定 尽量离这对好兄弟远一点 豪车缓缓使进庄园 在城堡前面停下 车子里的人一出现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得体的西装 礼貌的笑容 斯文的金丝眼镜 是与另外三位主人格格不入的气质 大少爷走到我面前 礼貌低点点头 来新人了 不错 看起来很乖 大哥 你不许离江佑这么近说话 大少爷一个眼神过去 多肉鬼不敢再放肆 原来 他们都怕大少爷 也就是说 我只要抱紧他的大腿 就能躲过另外两个人的恐怖要求 于是整整一天 我都在大少爷的房间里 磨磨蹭蹭地打扫卫生 大少爷的书房设在房间里 他就坐在书桌前办公 并不理会我的摸鱼 直到我不小心勾开他的抽屉 红绳翻飞 洒了满地 我急得搓手 大少爷放下手里的文件 捡起一根红绳 慢条丝里地走近我 危险 我害怕地想逃 脚跟惯了牵似的 动也动不得 大少爷走到我面前 捉住我的手 将红绳缠上手腕 江佑 你不乖 我打了个冷战 瞬间恢复意识 抬手按住红绳 笑意淫地看着诧异的大少爷 我把他带进厨房里 他似乎很激动 你确定 在这里 嗯 然后 我在他满怀期待的目光中 用红绳把竹框里的螃蟹绑好 上蒸锅 螃蟹是管家下午弄来的 先掉眉毛 还有牛排 也放在锅里煎好 一顿操作行云流水 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庄园里的人 每天都是吃生肉 喝鲜血 我吃不下 只能躲在角落里 啃干巴巴的面包 然后看着厨房里的食材 痛哭流涕 这简直是暴殖天物 很快 厨房里肉香四溢 断头夫人和两位少爷 闻着味就来了 姜佑你在做什么 好香 快给我们尝尝 使我赶紧把食物 用盘子装好 人手一份 包括躲在餐厅门外 眼睛冒着绿光的管家 也如愿分到一大块牛排 加三只大闸蟹 几位主人边吃边夸 满嘴流油 姜佑 你的厨艺也太棒了 简直是厨神 这简直是我这辈子 吃到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想想以前 我们吃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姜佑 你能不能兼任厨师一职 想不到 我那种只会简单操作的厨艺 都能称霸恐怖游戏 心里不禁暗爽起来 我双手插腰 义正慈严地表示 做厨师 那是另外的价钱 断头夫人从盘子里抬起脸 嘴里大口嚼着肉 含糊不清地回答 厨师月薪六十万 我重重点头 甚至觉得自己 还能多达几分工 吃过饭后 我开始收拾餐具 几位主人坐在餐桌旁喝茶 在收拾大少爷面前的盘子时 我突然听见他的心声 姜佑的腰针戏 正好试试我的绳索 不知道会不会被我随便勒断 端盘子的手顿住 我惊恐地回头看他 大少爷神色自若的闽茶 让人完全无法把奇怪的心声 跟他联系在一起 但是 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那就是他的想法 他在看我 是不是心里想得跟我一样 待会我就把他拉进房间里 我瞳孔地震 这家伙果然是传说中的地腹怪 披着斯文的外衣 背地里静坐恐怖的勾当 要想在游戏里存活下去 必须先找一个靠山 我在三男一女里无限纠结 最后哭着扑进断头夫人的怀里 姐姐 救命 怕怕 下一秒 我不淡定了 因为我清楚地听见断头夫人的心声 姜佑她主动抱我 她可真相 快来 姐姐疼你 我可比那三个臭弟弟强多了 姐姐只会给你快乐 姜佑小乖乖 给姐姐亲一口 咒咒咒 呜呜妈妈 我想回家 接下来的日子 上演了一场我淘他们追的游戏 我每天扛着工具在庄园里干活 谁找我都是没空 不是我吹 整座庄园的蜘蛛网 都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 蜘蛛气得连夜搬家 对于我的劳动成果 四位主人非常满意 特别是爱干净的断头夫人 当场决定要给我多发一个月的工资 当做奖金 我差点兴奋地抱着她转圈 还好忍住了 时间很快到庄园一个月 举办一次的宴会 宴会邀请的是 这个世界所有的诡异 同时这一天 庄园里的人将失去能力 变得跟普通人一模一样 就连门口的大黄 都变成了普通的狗狗 也就是说 无论发生什么意外 他们将无力反抗 越接近宴会开始的时间 他们越暴躁 似乎会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 我很好奇 问断头夫人宴会上 会发生什么意外吗 断头夫人摇头说 没事 紧紧握着手里的玻璃杯 她的心声出卖了她 可恶 今晚又要被那群混蛋折磨羞辱 他们要是敢捉弄小姜柚 我拼了命也要把他们赶出去 我熟知游戏规则 如果赶走客人 将会遭到十分恐怖的惩罚 放心 只要有我在 今晚的宴会必将完美落幕 很快 庄园里迎来尊贵的客人们 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 面色苍白的茉莉女 看见满桌煮熟的食物受了刺激 脸色更为苍白 身子摇摇欲坠 似乎马上就要晕过去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小动物 小动物们欢欢喜喜爬上餐桌 成为我们的食物 你们把它煮了 让它没有尊严地死去 太残忍了 呜呜 我满脑袋黑线 恨不得狂骂一万句 脸上却还是要保持微笑 这位高贵美丽的小姐 吃生肉是野人的喜好 茉莉女脸色更苍白了 你竟然敢反驳我 我要好好惩罚你 所有宾客都围在一圈看戏 断头夫人一把将我护在身后 语气是我从未见过的卑微 茉莉小姐 她是新来的 不懂规矩 不如放了她 行啊 你带她受罚吧 把桌上的食物都吃光 这件事就算了 接下来 我亲眼看见断头夫人 满脸不情愿 手却不受控制地 拿起食物疯狂往嘴里塞 这么多食物 全吃完 估计肚皮都会撑破 茉莉女脸上笑意森森 其他三位少爷 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游戏设定 他们只能服从客人 不能质疑和反抗 我气疯了 把所有的食物 扔进壁炉里 一把火烧掉 吃吃吃 我让你们今晚 全都喝洗北风 茉莉女正要发火 一对客人手挽着手走过来 两人举止亲密 看上去是一对恋人 茉莉女一见到男兵客 就委屈地退在一旁 眼含热泪的搓裙摆 女嘉宾逆了一言茉莉女 笑意加深 直到看见桌上 空空如也的盘子 脸上的笑容僵在那 断头夫人 真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竟然举办这么寒酸的宴会 不如我们发发好心帮帮她 于是 男嘉宾霸气地挥手招呼我 你去门口 让我的管家送食材过来 好心女居高临下地 看着断头夫人和三位少爷 食材有了 就劳价各位 好好为我们服务 听见没 要是再惹我的夫人不愉快 可不是整食材 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茉莉女见到霸气男这样 委屈地在一旁撇嘴 她是你的夫人 那我算什么 霸总 你非要当着大家的面羞辱我吗 我凑到茉莉女身边 低声赞叹了一句 哇 霸总和好心小姐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太般配了 昨晚我仔细分析过宾客名单 并且从人物关系和特征里 脑补出一出复杂又狗血的大剧 事实证明 我猜对了 这些客人 都是女品小说里 各种类型的男女主角 而我可爱又脾气古怪的主人们 则是被票选出来的小说世界里 最令人厌恶的女配和男配 每个月一次的宴会 配角要被各类主角公开处刑 还不能反抗 想想都窒息 茉莉女狠狠弯了我一眼 哭着跑出去 大总纠结了几秒钟后 也追了出去 留下好心女在原地生闷气 其余客人们都捂着嘴议论她 好心女一肚子气没出仨 一下就看见了我们五个人 你们这是在看我的笑话吗 我连忙摆手 不敢不敢 我们可不敢瞎看 好心女气不打一出来 哼 你敢取笑我 看我怎么处罚你们 紧接着 好心女冷冷扫视几位主人 目光阴毒又得意 偌大的庄园 连只只猪都没有 像什么样子 罚你们去黑森林里捉一千只蜘蛛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黑森林里不仅有蜘蛛 还有数不清的野兽 传说擅闯黑森林的人 就算能活着出来 也会受到诅咒 无法善终 这时 大总拉着茉莉女的手 又回到宴会 好心女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 更气了 一千只不够 捉一万只来 茉莉女得意地扬着眉 嘴上却假惺惺地维护我们 姐姐也太狠心了吧 怎么能把对我的怨气 撒到无关紧要的人身上 进了黑森林 不死也要脱层皮 不如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过他们吧 如此 好心女更生气了 他们这种作恶多端 惹人生厌的配角 死不足惜 要你在这里装好人 配角也有人权呀 哼 刚刚逼着断头夫人 硬塞食物的人是谁 现在来装什么 我们都清楚 惩罚一旦说出口 就不能收回 也不可以更改 所以 两人的争吵 不过是泄丝愤罢了 我担心两人再吵下去 又要说出什么古怪的惩罚来 赶紧拉着大家出门 走吧 咱们一块去黑森林 江佑 你还是留在家里吧 惩罚与你无关 再说 黑森林真的十分可怕 断头夫人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身体不受控制的打战 能有多恐怖 能比三位少爷恐怖吗 他们仨可是一个比一个玩的话 地妇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是家里的大少爷 这是得听我的 江佑 你不许去 我们没有法力 无法保护你 切 没有法力 你们去不也是送死吗 大家一块送死 比较有家的感觉 他刚刚说 跟我有家的感觉 是在对我表白吗 江佑 我一定会保护你 我狠狠白了的覆怪一眼 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在胡思乱想 最后 大家一致同意 我可以跟着去 不过遇到危险 我必须躲在他们身后 我答应了 这时 霸总的管家 送来满满三车血淋淋的食材 腥味扑鼻 他们不是又要吃生肉 又要捉蜘蛛吗 这下齐活了 我把生肉涂上黏乎乎的蜂蜜 这可是恐怖游戏里 最受欢迎的美食 连可爱的小蜘蛛们 都为之疯狂的美味大餐 我们开着车子 前往黑森林的深处 一路上阴风阵阵 偶尔有几身乌鸦 叫嚣着飞过头顶 我们直到看见 地上满是枯骨和蜘蛛网的空地时 才停下脚步 蜘蛛窝应该就是在附近 听断头夫人说 黑森林里住着蜘蛛网 体型硕大 一口能吞掉一个人类 不过谁也没见过 今天跟他借点蜘蛛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 我们把车放好 躲在一旁小心观察 很快 密密麻麻的蜘蛛闻着味道 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 第一只蜘蛛 大着胆子爬上石材 很快 第二只 第三只 数不清的蜘蛛都爬了上去 直到三辆车子 都被黑色的蜘蛛笼罩 然后 他们发现自己被粘住了 拼命挣扎都无法脱身 这时 我们的头顶落下一片巨大的黑影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一股风 扑扑地挂在我们身上 我颤抖着回头看 一只足有大黄的三倍大的蜘蛛 正张牙舞爪朝我们爬来 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蜘蛛网 我们不敢再逗留 手忙脚乱地爬上车子 启动 踩油门 车子刚刚发动 蜘蛛网已经到了空地上 我们蒙踩油门 一路急迟往外逃 连头都不敢回 车子飞车数十分钟 才总算把蜘蛛网甩开 回到庄园时 管家和大黄已经在门口守候多时 见大家都安然无恙 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 我们几人合力 把沾满蜘蛛的食材搬进餐厅 好心你健壮 直接眼鼻皱眉 这也太恶心了吧 这要怎么吃吗 茉莉女不满地瞪着好心女 硬着头皮回 这不是你非要弄蜘蛛吗 你这么喜欢蜘蛛 多吃点 大家还没开始吃 屋顶的窗户突然碎了 玻璃茶掉了满地 所有人尖叫着躲开 蜘蛛王趁乱从窗户上跳下来 稳稳地立在宴会厅的地板上 还好宴会厅足够大 否则大家都要被拍死在地上 你们疯了吗 居然把蜘蛛王引来 要死啊 谁能杀了这毛茸茸的大怪物 他的眼睛在发光 他要干嘛 霸总 就我 呜呜场面乱成一团 所有人都慌不择路地逃跑 生怕下一秒 就成了蜘蛛嘴里的美餐 蜘蛛王不由分说地 抓住两个宾客 放在嘴里嚼了几下 就咽进肚子 桌上沾满小蜘蛛的生肉 也被他生吞入腹 看样子不吃饱 不会罢休 门窗都被编上了厚厚的蜘蛛网 解都解不开 好心女趴在蜘蛛网上哀好 他心爱的霸总 此刻正忙着保护茉莉女 还不忘递给他一个心疼的眼神 两名宾客压着我往前走 他们要把我当成肉盾 地妇灵和锁魂怪趁人不注意 将我强行掳走 我们几个躲在柜子后面 焦急地看着眼前的乱象 眼下 必须想个办法逃出去才行 可门窗都被蜘蛛网封死了 要想逃出去没那么容易 断头夫人气得锤墙 可恶 如果恢复法力 我们四个合力应该能制住蜘蛛网 眼看着蜘蛛网越来越疯狂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我从储物间里 拖出一桶汽油和一把火枪 你们几个掩护我 我飞快地跑到门口 将整桶汽油全倒在蜘蛛网上 开了一枪 点燃蜘蛛网 可恶的是 蜘蛛网实在是太厚 太多 还沾有粘液 烧起来十分困难 而且 我刚点上火 蜘蛛网就发现了我 腿脚飞快地扑腾起来 完蛋了 我要死在游戏里了 千军一发之际 多弱鬼恢复了真身 吸引了蜘蛛网的注意力 眼看着蜘蛛网就要抓住多弱鬼 断头夫人突然把头颅扯下来 扔到蜘蛛网的面前 蜘蛛网立马去追在地上 滚来滚去的头颅 地腹灵和索魂怪为了保护我们 纷纷达出红绳和铁链 勇敢的蜘蛛网缠斗一番 但很快被重重甩在地上 他们现在只是普通人 却能鼓起勇气誓死一战 而那些拥有法力的所谓主角 被吓得屁滚尿流 只是躲在一旁 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吃掉 只要危险没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就能继续躲避 欺负我的主人们时 可没见他们这么怂 很快 蜘蛛网被我烧出来一个大洞 足够单人通过 幸存下来的一窝蜂冲出来 争先恐后的要钻洞 还把我撞翻在地 我怒火攻心 扛着火枪守在洞前 我看谁敢乱来 好心女和茉莉女对视了一眼 联手把我的火枪夺走 还把我扔得远远的 临走前 丢给我一句话 佩爵怎么感同主角争 蜘蛛网追了过来 差点压到我 地腹灵和索魂怪 突然从角落里钻出来 把我拖到一边藏好 我们得以稍稍松口气 庄园外很快被惨叫声 和丝肉声淹没 没多久 声音停止 世界陷入诡异的静谜 我们不放心 互相搀扶着走到庄园外 所有人都丧命于蜘蛛王的口中 蜘蛛王也不见了踪影 正在我们以为 事情结束了的时候 蜘蛛王从屋顶一跃而下 冒着绿光的眼睛 正悠悠地盯着我们 他看起来 比刚刚还大了三倍 快跑 一声惊叫 响彻夜空 我们的意识瞬间回笼 把腿撕散逃去 然而 蜘蛛王的力量和速度 也比刚刚增长了数倍 很快便把我和断头夫人抓了起来 正要往嘴里送时 惨白的月亮升入最高空 远处的钟楼 传来沉闷的钟声 零点到了 静忌解除 断头夫人抬手砍断蜘蛛腿 飞至空中 地腹灵受到感召 从地底下召唤出无数条鲜艳的红绳 死死缠住蜘蛛王 锁魂怪念起咒语 城堡里飞出一条巨大的铁链 锁紧蜘蛛王的脖子 多肉鬼浑身的触角快速变长 生生搅碎蜘蛛王的眼珠 它们都是配角 却在这一刻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蜘蛛王四分五裂地倒在地上 刚刚的缠斗用了太多力量 导致它们现在都十分虚弱 瘫坐在地上大喘气 随着蜘蛛王的丧命 地面开始震动 随之而来的是机械的电子音 副本里的角色几乎全员丧命 该副本即将坍塌 请玩家迅速从通道离开 通道关闭到时间一分钟 即时开始 随着机械音落下 不远处出现一个发光的洞口 倒计时的滴滴声 不断催促我赶紧走 可是我不想走 我走了 它们怎么办 副本已经崩塌 它们要怎么办 它们是被票选出来的恶毒配角 待在副本里只为了受罚 这个副本消失了 就换个副本继续受罚 凭什么 处罚这么久 也该结束了 配角就是配角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我心里难受 它们几个倒是看得开 江佑 如果我们还能见面 我一定要用绳子绑住你 不行 你得跟我试试新做的小道具 还有我 还有我 江佑 我身上都是血 你能不能帮我洗干净 断头夫人一把将我搂进怀里 江佑 它们几个臭哄哄的 还是跟姐姐在一起 好不好 我还没来得及应声 身体就被一股力道推入通道 大门关闭的刹那 我眼含热泪 大声喊了一句 好 快醒醒 起来面试了 我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 富丽堂皇的接待室里 眼前是一名穿着制服的中年男人 看打扮像是管家 见我发愣 管家又催促道 轮到你面试了 江小姐 想起来了 我正在面试住家保姆 月薪六十万 我慌忙起身 跟在管家身后走进宴会厅 穿着高定套装的女人背对着我 站在窗前 阳光洒在她的身上 像镀了一层薄雾 让人看不真切 大小姐 这是新来的保姆江佑 女人缓缓转过身 上下打亮了我一圈 笑着点点头 不错 看起来挺机灵的 会做保姆吗 我忙不迭地点头 会 很好 你通过考核了 想不到面试这么简单 亏我还提前准备了许多技能 打算展示呢 大小姐微笑着走过来 经过我身边时 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忘了说 我家里还有三个男缠的弟弟 全文完 听管 欢迎 听管 听мотр 听管 听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